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我去了一間位於深水埗大南街的cafe 大家都知道這幾年間深水埗大南街開始起了變化 以前我去大南街是為了買Bling Bling碎石做一些IY 又或者買一些服裝配料把舊衣服改頭換臉 歷史悠久的布料配料店都相當結業 深水埗舊有的特色街道漸漸退色 漸漸變成為文青的朝聖地 這間cafe shop 在深水埗大南街 港鐵閘A1出口走幾分鐘便到了 這間cafe shop 身內設計主要是工業風配襯灰色為主吊 室內配有柔黃黃的黃光自然舒服 Coffee shop 門口有綠色植物 有兩張圓桌 配上長竹造的長椅子 夏天坐也不會覺得熱的 夏天坐也不會覺得熱的 和Maricano的分別 喝之前先聞一聞咖啡的香味 有深度烘焙味 第一口 咖啡質感比較薄身順口 輕微的酒桶味 提子果酸味便會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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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隔一段時間 果酸味便突出 尾段有少許巧克力味道 至最後咖啡是室溫的溫度 味道和之前的味道很接近 有梅筋味道 但不太持久 這間咖啡也提供 all day breakfast 和其他輕食 有機會可以來試試 整體來說 咖啡的味道 對於我來說 不太特別 而這杯咖啡的價錢 我可以在港島區 可以喝到更加好質素的咖啡 在影片的開頭 我提到我叫了 黑咖啡 而店員安排了一杯 americano給我 現在我和大家 簡單講解一下 黑咖啡和americano的分別 黑咖啡 有潔淨啡 不加牛奶 不加糖 0卡路里 喜歡喝咖啡的朋友 如果要品嘗清粉咖啡 原本風味 品嘗黑咖啡 最適合不過 而americano 是由 expresso 演變異成 據說 二戰時期 美軍來到歐洲 有不習慣太濃烈的 expresso 於是加了熱水 因此 就有 americano 的名字出來了 中文叫美式咖啡 製造 americano的方法 就是 expresso上面加熱水 但熱水會沖散 在面層的咖啡油脂 所以 americano 失去了 expresso的濃厚 但取而代之 就是淡淡的香氣 和果酸的味道 比較順口清爽 相反 將expresso 加入熱水 裏 就可以保留 咖啡油脂 就是一杯 long bag的做法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留意 subscribe 給like 分享出去 按鈴鐺 下次有片的時候 就會通知你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